台坡大樓的那一刻 踏进去的那一刻 人家说民众党的世界末日要到了吗 民众党深陷政治现金的假账怡云 今天一大早9点多 减掉兵分多路 全面大搜索 包括说端木正的会计师事务所 再来还进到了台坡大楼 民众党说是只有搜木可 没有搜我们的柯文哲办公室 是这样吗 包括说民众党中央党部 通通都中了 现在要来调取相关的单据 凭证进行比对 不排除还要约谈关键人物 柯文哲 陈佩琪 李文忠 李文娟 端木正 恐怕接下来一个一个 要叫去问清楚了 而原本定调整起事情 就是端木正会计师搞鬼的民众党 这个情节急转直下 昨天很呛 陈志涵跟吴于轩一棒接一棒 说端木正就是赵陶 又在搞碰瓷 我们今天一定要告死他 早上11点说要告 结果告到一半 突然软掉 说提告端木正后临时喊咖 改到下午 理由是什么 理由说 因为我们全面配合剪掉 导致我们没有时间准备提告资料 网友狂喊 这就是真正的大场面 绝对的血流成河吗 不仅北检出手监察院 宣布要彻查柯文哲的账目 这次还能怪是国家机器动起来吗 因为监察院新闻稿直接说了 我们会查是因为民众党 你们自己开一个记者会 说自己有很多笔的错误 所以要查 这回恐怕是栽在自己策略不对 整起事件关键人物 会计师端木正已经遭到 接下来准备要来做约谈了 蔡碧如形容 端木正其实就是个磕粉 如今落得如此对待 端木正会成为假账案的小兔主任吗 媒体起底 这端木正过去的经理 曾经跟特征组检察长交手多回 都是全身而退 这时候阿伯跟三三要惹火端木正 惹火会计师 绝对是民众党至今会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吗 还原整起假账案 柯文哲还在检讨说 我未来要一套SOP 大家傻眼 黄三三选几次了 阿伯你选几次了 还搞不懂SOP 尤其根据这监察院登陆的网站规定 会计师的权限就是去查询跟签证而已 做最后的核实 那这个出入账登记 发票凭证等等都是助理或是财务的权限工作 民众党自己承认说我们帮端木正开了这些权限 等于记账签合同一个人 这样是可以的吗 民众党说会计师端木正便宜行事 到头来谁才在便宜行事呢 而就在阿伯深陷假账案 金华诚案之时 黄国昌在干嘛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黄国昌像不沾锅低调的很 倒是跑去上了赵绍坑大哥的政论节目 享受蓝营民代们 一直说他的黄袍加深 告诉黄国昌说就剩你一个了 就剩你一个了 民众党就剩你一个了 黄国昌的那个爽脸 这个大家都看得见 好 今天料太多了 我们赶紧进到重点 先来欢迎一下 今天一棒接一棒的强棒 先来欢迎第一棒 这个柯黑柯文哲永远的噩梦 柯黑第一品牌张宇轩 我的爽脸大家也看得见 好 再来欢迎 这个出国回来 补剧补柯文这一出剧 补到眼睛很痛的 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楚莹 大家晚安 今天一样要火力全开的 时事评论员朗东哥 大家好 强棒出击 强棒出击 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析 北简为什么突然突袭这一切 等一下精辟剖析的律师陈军伟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 这个头发懒得非常的帅 国民党台北司议员丝钢哥 大家晚安 好 再来呢 是一人毁全党 还是一人救全党呢 让民众党翻天覆地的那个女人 人气网红 四叉猫女神 大家好 稍后也是这个纵横政坛多年 要帮我们来好好分析的上豪兄弟 资深政策记者 尚义夫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冬豪 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说到今天整个民众党 兵兵兵兵可以形容 当这个人家戏称 台坡大楼建上KP园区 里面有这个基金会 有协会 有办公室 有木科 当今天整个所谓调查局 踏进去的那一刻 哇 听说满载而归 听说这个证据相关凭证 载了满满两大车 满载而归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搜索点到底是哪边呢 为什么剧情整个急转直下 来搜索地方 包括说端木镇 会计师事务所 他就是关键那个人 再来还有民众党说 木可 木可确实有被搜索 再来是柯文哲办公室 有被搜索吗 民众党中央也传出 统统都被搜索了吗 那现在被告总共是端木镇 柯文哲 陈沛琪 李文忠 李文娟 但是当然了 北检到现在 并没有做一个证实说 到底今天查的地点跟人是哪些 很低调的要来好好处理这件事 但我们可以看到了 今天我先问一下雨萱 这个剧情呢 已经发展到我跟不上了 这个昨天呢 包括说陈志涵跟这个吴宜萱 两个人出来很嗆 痛载端木镇 要把他尻死 今天了 发了媒体通知说 11点的时候 准备要来告端木镇 就告到一半 手软 告到一半说 我们先不要告好了 改等一下下午3点 为什么呢 因为检调通通都冲进来了吗 我想问一下雨萱 你这个科黑第一品牌 你帮我们看一下整场戏 真的太drama了 先来帮我们还原一下 对啊 因为六颗瘦桃进来了 然后六箱紙袋就抬出去了 这就是今天最好的写照 我在开始之前 我要先证告一件事 因为我们刚刚我在来路上 外面呢 我们讲雷声大作 暴雨 然后我很害怕 因为柯妈妈说什么 你如果把我们家没有 雷公自己抬 我想说会不会抬我呢 会不会抬我呢 结果没有抬我 代表我等一下讲的所有话 都是正确的 谢谢雷公帮我做证明 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开始真的聊 今天检调 我直接定调 这叫做滚动式调查 因为当他是不是今天 兵分好几路 去搜到哪些地方 第一个木可公司 再来我们讲柯文哲的办公室 还有端木症的会计师事务所 但与此同时 他有约谈一个人 你知道这个人叫谁吗 端木症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到 柯文哲犯的第一大错误在哪里 他不应该告端木症 当他告了端木症之后 检调绝对急得出手 他有两种想法 一个是说什么 我害怕柯文哲跟他串供 柯文哲跟他施压 另外一种是什么 你告他刚好而已 因为端木症现在不返水 什么时候返水 你告他的时间 代表你们两个听破语 端木症绝对反了 我这时候约他进来 他绝对什么都讲出来 而且是我喜欢的方向 我要的方向 所以当端木症 我们讲开始约谈的时候 各位你仔细看 一边在搜 这时候有几个人 慢慢出死情 就在刚刚稍早 有一个人被约谈了 你知道是谁吗 李文娟 李文娟 大帐房李文娟 他是木可的李文娟 幕后的财 这个进办的财务李文娟 所以我讲 他从外面突破 当我今天约了端木症之后 他是以一个会计师签证的身份 他会开始谈说 那你怎么跟李文娟接洽的 到底我们讲的相关的凭证 这些假发票 这些相关的金流汇款 以及为什么会申报到监察院 那紧接而来 他会咬到的就是李文娟 那李文娟这个人 我跟讲不堪咬 你知道为什么不堪咬吗 李文娟坦白讲 连记者会 最应该出现的是谁 其实就是李文娟 李文娟 可是只有李文中 对 而且李文娟没出现 对 那李文娟他管的是什么 第一个柯文哲的基金会 再第二个布可公司的负责人 再第三个柯文哲进办的裁办 换言之他同管了 他讲白了 他就是柯文哲的什么 子弟子 他是柯文哲的钱贷 所以你今天只要透过端木症 你找到李文娟 找到李文娟之后你可以找到谁 我跟你讲谁都可以找得到 你要十二可以找到谁 黄珊珊 布可公司他可以找到谁 找到柯文哲 那还有谁 时间公司可以找到谁 也可以找到沈赛 我跟你讲 刚刚乃云列的说 这些被告名单 我都觉得少列了 基本上民众 怎么可能 蛮多的啦 来端木症快递是阿伯 阿伯 他没 李文娟 李文娟 阿伯妹妹 李文娟 都有啊 如果陈志安跟黄珊珊 你怎么漏掉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李文娟这个 My bad 李文娟这个人 他是一个关键 因为他是一个水库的开关 所有人不管你前进或前出 都会通过他 那我就跟你讲 检察官只要问李文娟 一个非常简单问题 调查局 再问他一个简单问题 就好了啦 那木可公司 到底是你的 还是柯文哲的 我问你李文娟 要怎么回答 他都说我的 那所以你有涉及到 背信 卫造文书 甚至是我们讲 侵占的问题 他要扛 那你要不要扛 你们就没办法回答嘛 所以他一定会 透过李文娟这个人 一个再接着一个 咬出来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当今天他们搜索的时候 现在东西带回去了 对不对 那代表资料我也齐全了 但你不要以为说 检掉是从今天开始动作 不是哦 周刊都有报导哦 说什么 可公司的政治现金 为什么给了 民众党给了柯文哲 超过一百七十万元 好几百万元 因为黄珊珊说 我们回捐了一百七十万 结果不是一百七 结果黄珊珊声称的是一百七十万 代表帐幕都不拢嘛 但各位你知道 这可怕在哪里吗 不是那几百万消失 那几百万消失根本不可怕 一定是进到某人的口袋了 可怕的是 为什么检掉知道这件事情 代表他们早就已经在 监控这个金流了嘛 而且他说我也要查 一千三百万的授权费 这授权费他也会查下去 李文娟只是一个管账的 你觉得他会咬出谁 我跟他会保证好不好 他绝对紧接而来 就会咬出柯文哲 所以你仔细看哦 现在柯文哲人在哪里 他是在民众党的党部 听说现在召集 所有核心的干部在开会 对那我会讲 开会 我讲这件事情 这事情就大掉了 你现在开会不是串供吗 因为你们所有人 都有被告身份吗 那你看怪是怪在哪里 为什么出面讲话的人是谁 许甫耶 许甫 多久没看到许甫啦 还有吴一轩耶 那明明之前不是都陈志涵吗 我们战狼小姐姐咧 对啊 那陈志涵我知道 他先年出车祸嘛 那出车祸之后他还有受访吗 没有 他出车祸马上就有受访 昨天有受访 他受访啊 还有吊虾 他回去吊虾 他昨天回去吊虾 对啊 那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陈志涵出来嘛 那我就理很简单 就是大家都同案被告 我们一起坐着 我们讲 各位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诊所教号 他们现在就等着教号 李文娟 三号 三号柯文哲 四号我们谁 黄山山 一个一个教号嘛 所以这才是现在的重点嘛 那我跟我讲 你知道这在楼下 民众往楼下有谁吗 北极战争就在楼下 我们会保证一件事情好不好 他们船票跟鞠票 都已经放在身上了 所以只要李文娟一咬 这叫滚动式调查 端木正咬完李文娟 李文娟只要咬任何一个人 咬到了 我马上船票就带着 按电梯按上去 柯文哲请跟我们走一趟 而且我跟你讲 时间点会放在哪什么时候 你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1829 什么神秘数字1829 因为我跟你讲 剪掉什么时候 叫做夜间征讯 你知道这个定例吗 我不知道定义 日落的时候叫夜间征讯 今天1829 所以你要去看 对 你要看气象室 我以为你要带 下雨 下雨有关系 你有看阳 所以有可能提照 我以为你要约我去看夕阳 不是 因为我们气象 举气象署 都会有公布今天的日落时间 所以只要过了这个日落时间 就叫做夜间征讯 所以那时候 我想要是我是剪掉 我一定会挑什么时候 我知道你柯文哲 早上六点精神很好 对不对 很会哭乱 跟我哭乱12个小时 你也不会累 我就跳到你累的时候 我就折磨你整天1829的时候 去 因为进来之后 你知道第一句话 问他什么吗 柯文哲先生 你要愿意接受夜间征讯吗 你知道他不愿意会怎么样吗 就在那边待一个晚上 我们明天再继续新闻 你看起来太开心了 绝对会这样引论他 再来我还补充 我们刚才还少 刚才是不是点到陈佩琪这个人 对 你知道陈佩琪这个人 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 他的罪是里面所有人最重的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其他人可能背信 侵占 顶多诈欺 洗钱 卫兆文书 但你知道陈佩琪是什么吗 佩琪不就是 只要开咖啡厅而已吗 没有 他是汤污治罪条例 他跟高昂安一模一样的罪名 你说低消七年的那个罪吗 对 我跟你讲 他这个叫做 机关算尽 反害了亲亲的性命 因为大家是不是都在嘲笑陈佩琪 说你怎么那么傻 你怎么为了开一个咖啡厅 然后找你二十当人头 我跟你讲 大家都被转移焦点了 因为从头到尾 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制瑶公司 他根本不能开咖啡厅 他是什么你知道吗 资讯公司 对啊 制瑶科技 他是顾问业 所以说他唯一做的就是顾问 所以我跟你讲 制瑶公司这家公司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跟募可做对接 那我讲各位你就明白了 我原本小草是不是 圈了一堆政治现金 我转到募可之后 这个叫变私产 党产变私产 我私产再转到制瑶 这变什么 变家产 原本他应该是要用这样的套路 把这个钱一路这样给洗过来 结果没有想要被拆扣了 剪掉借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请问一下 如果说是柯文哲承认说 我儿子开了人头公司 那柯文哲会变成什么 洗钱醉作食 所以这个东西柯文哲绝对不能担 各位你不要误会 包括那个瑞公卡跟那个他老婆 都不是自主意 我不用会保证 那都是柯文哲叫他们干什么 他们才会出来演的嘛 那个是搭枪 那是好子嘛 所以这个时间他就想说 那我叫我老婆陈佩琪出来单 绝对没事情 所以他把陈佩琪叫出来单了嘛 说我这个小草咖啡厅 是我开的啦 不然各位 乃宇你什么时候看过陈佩琪道歉 你什么时候看过陈佩琪的低头 从来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这是谎话 但是陈佩琪单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一件事什么 他有公务人员身份 他是联一的公务人员医生 那你知道联一的公务人员 在进去的时候 你要他干嘛吗 他要签一份叫做 我不兼职 我不开业同意书 而且签了之后就算了 他是进去就要签 签了之后你知道有什么吗 不开业奖金 5万块奖金 所以钱都跟人家拿了 所以我跟讲 他如果一手拿奖金 他在脸书已经自己承认说 那是我的人头公司了 我只有犯益 但没有 他已经成立了 他只是还没盈喻 他现在撤销 代表你也有开业的犯罪事实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贪污制罪条例里面的 利用职务榨取财务罪 你跟高安同罪 所以当检调再把陈佩琪 他一样会问一个问题 佩琪 到底这个人头公司 是你开的 还是你老公开的 如果是你开的 那就贪污制罪 做17年以上 准备跟高安当同学 如果是你老公开的 你老公当洗钱 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些 整个柯文哲 现在所有的句码 都已经game over玩完了 你要去告端木证 你要去干嘛 你们自己被告要告被告 我第一次看到 都随便你欢喜 反正我现在的喜悦充满 我现在内心充满正能量 你现在伐喜充满了吗 非常开心 柯文哲恭喜了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确实大家说这个外面 雷声不停不停的传进 我们棚里面 柯妈妈有说乱骂的话 会被雷公打 但是我们看起来 我们现在在座都是非常的安全 但是我们想问的是柯文哲 现在这个柯文哲内心 应该是有雷风顶 怎么会变这样 不止于心刚刚讲了 不只是党 就连家里 连妻子陈佩琪 通通来整周 全部都被牵连进去吗 但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熊大律师 赶紧帮我们用你的专业 来分析一下了 这个在搜索的部分 今天本来一开始传出说 大动作搜索 而且是满载而归 刚刚都拍到了 两辆车满满满的再离开 里面恐怕都是相关的证据了 今天被查的 郑神说有所谓的端木正的事务所 还有木可公关 也就是最多进半的现金流进去的这间公司 但是民众党到现在还出来说明说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查到党的部分 没有查到阿伯 也没有查到民众党 这一切都是端木正跟木可被查而已 我先带律师先来剖析一下他们今天的说法 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抱歉 因为今天早上呢 调查局的人员直接到台坡来进行搜索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配合检方的调查跟搜索中 那因此今天在这个提告的部分 都还在整理资料当中 现在是要跟各位抱歉 我们要延后提告 那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是 专政会计师 他擅自的调整了这个差额 是我们必须要捍卫清白的部分 那只是因为今天 在配合检方搜索 所以目前相关人员都因为这件事情 全力在配合 所以没有办法来到这里来地撞 调查局北极组的经验是基于 因为这个政治现金案 所以说有做一个搜索 但搜索的部分呢 不包含台湾民众党党部 也不包含台湾民众党 葛伟文哲主席的办公室 但是呢 我们主动提交了六项 有关大选时期的凭证 希望交给检方尽数的厘清真相 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 并没有收到搜索 我想要问一下律师 昨天这个小草都觉得说没事了 因为昨天民众党已经都告诉大家 整出的剧本了 就是说端木正得错 我们会告诉他 所以小草想说 这件事情没事了 急转直下 现在急转直下 竟然出现 包括说大动作去搜索 再出了两大车 当然老家这件事情没有证实 我们先撇开来 但至少在台拨这件事情 确定检调进去了 没错 我只能说小草们 醒醒吧 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是端木正一个人所为 今天检调兵分多路 去搜了柯文哲办公室 木口公司等等地方 似乎还漏了一个柯文哲的党部 就民众党的党部 那刚好将来提醒检调 不要漏了那边 那因为各种资料都可能 我们在法律程序里面 各种资料 它的所有证据 可能都摆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先来讲 让观众朋友讲 什么状况底下要搜索 很简单两个字 你有湮灭证据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检调觉得说 那现在是怎样 整个科办的人员 所有的人 刚刚讲李文娟李文中 这些所有被告 是不是要一起来湮灭证据 尤其还说什么木口 突然要关掉 对 你不讲还好 你要关掉 那关掉是怎样 你的所有文券证据 你都要焚毁 你都要放在消纸机 烧毁 对 烧毁 还要用各种方式去灭证 那我就要讲 为什么检调会判断有灭证 除了木口公司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动作 刚刚雨萱有讲 就是你昨天说 谁说 黄珊珊说 他要提告端木证 早上11点要告 那为什么不告 你怎么不告 继续告嘛 按照律师的节奏 你应该 你今天说早上要告 你起图状都已经写好 你才说到 所以这个我就不懂 他搜他的 你告你的 就是为什么了吗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律师有时候在策略 这我们判断 可能是这样 律师的策略就是 黄珊珊去告端木证 他要逼端木证出来就范 我用形式来逼你 你来跟我来协调一下 大家是不是好好讲 是不是分配 可能要分配一下 事情责任 后续不知道怎么分配 结果检调今天一听到 你要告端木证 你是你们两个要 闭门会议 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要把它舍好 你要把它舍掉 你要湮灭什么证据 那好 那检调很简单 我今天直接都搜 而且我不仅搜端木证 我连柯文哲办公室 相关的局处 相关的这个木工公室 我们一起搜 所以这就是解释 为什么今天检调会 这个训累不及言耳 去搜索的主要原因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柯文哲 他面临什么法条上的问题 第一个 当然你看监察院 监察院讲很清楚 你现在是有漏报 相关的问题 是处多少 最重处120万 这是罚金 好 那刑法 刑法 除了伪造文书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叫商业会计法 这个是商业会计法的71条 我特别举出来 好 原本我这个是要讲今天 黄珊珊告端木证的事情 但刚好搭配今天 也搜索柯文的办公室 我顺便讲 不好意思 请黄珊珊律师看一下 请问今天 你如果有报假发票 或有这个秘账遗云 请问商业负责人 要不要负责 要啊 商业负责人是谁 柯文哲办公室 幕后的老大是谁 就是柯文哲 所以你今天有这个商业负责人 有明知为不实之事项 而填据会计评证 或记录相关的政策 就是你有虚报这些账策 你就是商业负责人 处五年有期徒刑 这条文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昨天黄珊珊会去做这个动作 就第一个你法条与法不符 第二个你引起检调的警戒 所以今天才会大动作去搜索 那最后我在讲 今天的会计师 端木珍 因为大家都是专业人士 我相信会计师 他绝对也不是想要去做这样违法的事 那他怎么做 很简单 请参考高宏安跟小兔 小兔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我当初高宏安对小兔主任有多狠 兔姐跟我讲的 兔姐推荐我的 兔姐告诉我怎么做的 就跟民众党现在一样 通通都是端木正 端木正 请问一下今天所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会计评证 这些账单的问题 那这些谁拥有最多的证据 就是端木正 甚至端木正还可以跟检调说 不好意思 可能东西还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你还可以去那边看 所以你今天谁都可以惹 你就是不能惹你的会计师 因为你今天问题就是商业会计法 商业会计法 就是会计法的问题 你怎么去惹你的会计师 所以我真的是想都想不通 所以我说小兔 最后怎么把他账本拿出来 板倒靠红安 就是端木正 怎么让他 把他自己转成污点正的 换群换席 板倒柯文哲 最后结果大概就是这样 确实大家说 这个柯文哲阵营 都没有看到高宏安 这个事件的下场就是这样 人家已经血淋淋告诉你了 如果你把全部事情推给一个人 当那个人 当端木正也成为 假账案的小兔主任的时候 端木正现在是因为他是会计师 他有相关的保密条款 他不能随随便便 把柯文哲进总的这些账 通通翻出来 但是如果禁掉检掉体系了 他要自证清白 通通全部都要把他拖出来 这样对他来说 律师这样对他来说 反而更惨 当然因为原本有一些保密原则 他有时候会计师 包含律师 其实我们在受委托 我们这个委托人的相关案子的时候 我们都有保密原则 因为大家不会希望说 我今天委托这个律师 我今天委托会计师 你把我所有资料都提供出来 所以端木正原本还在很尴尬 结果没想到今天检掉搜索 那太好了 那所有资料就可以一并丢出来 而且端木正他为了保他自己 他想不想缓行 当然想缓行 我要缓行 你要怎么样缓行 就是在提供更多的资料 所以刚刚讲说 民众党党部还没搜索 除了民众党党部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还有更多的证据 那都是一一要提供给检掉 而且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是端木正 你一个月就领这个会计师几万块钱 结果最后他们说 这个两千多万的调节 通通都是你一个人用的 昨天用词一个比一个辣 这个陈志涵说 这个端木正叫做兆陶 兆陶还想回来碰瓷 还说这个端木正非常害人了 现在还不认 非常的可恶 说这个骗人 不要再骗了 把端木正讲成这样 现在传出端木正也跟朋友说 气到什么 气到晚上睡不着 今天刚好不用睡 今天刚好北剑叫去问一问 对不对 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翻出来了 各位啊 这个大秘宝 我们等一下慢慢来翻 保证精彩 各位观众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打开你的Netflix呢 很多人说很久没有打开自己家里面的影集了 为什么因为现在台湾政坛的影集 账面师正在上映当中 政治不难找回发票而已吗 今天柯文哲包括说北剑已经证实了 他们去搜索的地方 包括说是端木正的会计师事务所 还有端木正的住家 再来就是木可公司 那木可公司基本上呢 就是跟柯文哲的办公室 基本上就是在一起的 就是在台博大楼里面 哇 今天大动作都冲进去来做这个 才做这个搜索了 人家说端木正会不会成为最后 极垮阿伯的那个稻草呢 现在民众党对端木正有多狠 端木正回咬的力道就会有多大吗 好 我们说到端木正本身是一个会计师 但是现在民众党把所有的记账 所有的签证通通都推给他一人 说得过去吗 根据大家过去这个暴障 会计师相关的这个专业来说 是这样子做的吗 阿伯说这一切啦 SOP要重新来理一遍 我们先来看一下 阿伯说如果这个帐要做得更清楚的话 那要花更多钱 好 我们来听一下 再补这一件 不过这件是乌龙 我就讲 他不是乌钱 他是乌龙 我们换一个错误在哪 K帐跟X帐不应该同一组人 他们一直以为说 那个监察院只会关心进帐的部分 对那个支出他们就说 这个以前监察院也没有在看 但是老实讲 你要照程序什么就是钱要多一点 其实我们还在写人SOP 原则团队里面还是核心业务要自己做 不能说发现委坏 第一点 记账跟查账要分开 第三还是要一个double check的过程 我会把它写成SOP 下一次如果要组织这种财务团队 应该人员要怎么组成 那种查账过程 我也会写的会跟SOP 阿伯你选几次了 现在还要SOP 而且这SOP不用设立 每一个选过的 小智所有的明代议员 通通都给告诉你要怎么报仗 这时候讲这些有用吗 先问一下朗东哥 朗东哥你看一下 刚刚柯文哲终于现身了 今天窩在党部里面 窩在这个科办里面 窩了一天 最后两点的时候离开 问到会不会委屈阿伯 阿伯说不会啦不会啦 还提醒媒体要赶快躲雨 不要被雷劈倒 这句是我自己加的 我想问一下朗东哥你怎么看 今天整请案情超展开 昨天还说要告端木正 今天突然喊咖 等到等一下半个小时后要来告 那现在整件事情 到底演变到哪边去呢 尤其民众党把整件事情 现在还是定一个调 包括到现在定调端木正的错 但是人家说过 这个包括任何报仗的人说 惹会计师绝对不会好事 你千惹万惹 千万不要惹会计师 他一不高兴 把所有的帐统统撈出来 最后灰飞烟灭的会是谁啊 没错 我们来化繁为简 简单的讲就是 柯文哲这个近伴 用了各种这个方式跟明目 然后跟周边的一些公司 包含木可 尼奥 食乐 时间 还有一堆什么生动创意 去买了各种产品跟服务 然后被人家发现说 中间帐幕有问题 而且里面有一些账显然高出行情价好几倍 所以问题在于说 你如果放在禁总里面 这个钱会受政治现金管规范 钱不能乱用乱花 但是如果他转到别的公司的时候 就有机会从禁总的钱 变成私人公司的钱 这个时候就不受监察院的监控 所以柯文哲仪式 有用这种方式去把钱洗出去 来去把洗到他的人头公司 来作为调配之用 那问题来了 如果这些公司跟柯文哲之间 是一个密切合作的关系的话 今天不会有这一出 就是因为沃伊凡 哇 细才好看 这几家公司 他们各自背后会有不同的一些事例 或者是跟相关负责的这些人等 那我们刚刚讨论到现在 最关键人物就是端木正 而端木正他造成这个状况 是食乐跟你要这两家公司 背了916万不存在的发票 那这两家公司跟谁熟 跟黄珊珊熟 他们负责人的代理的营造员 讲到是说 跟黄珊珊已经认识很久了 还有免费帮黄珊珊 做过竞选影片 换言之 黄珊珊角色非常关键 如果黄珊珊在第一时间 私底下去跟这两家公司讲说 那个4X猫的爆料 你不要去管他 我们这个底下 就把这个账好好的就谈一谈 这件事情就算了 只有没有 是透过媒体的方式 这个尼奥跟12出来 郑重的说 我们就是没有收到这笔钱 916万我们就没收到 然后在这个之后 是谁要去告端木政的 我看得非常清楚 昨天阿伯他要讲说 他决定要对端木政提告 要进行要提告 但他没有行动 对 柯文哲他没有行动 有行动是黄珊珊 这黄珊一听到就说 他那我把回家要去告 柯文哲只是放话说要告 放话跟实际行动 就是两回事 放话比较像政治举动说 我没有心虚 警告你 我进行内可能会提告 黄珊珊就说 我要告我要告 他就冲过去了 你知道吗 而且原本说今天早上 被搜索的 这个就做效果 院长被搜索的这个时候的话 还说要延后提告 然后就黄珊珊 没有没有 三点钟 我们就是 再过二十几分钟 我们就在北姐门口要提告 坚持提告的是黄珊珊 对 但另外一方面黄珊珊 他又被拘救责任 说秘书长周宇修 又跟他讲说 要开中评会讨论李文忠跟黄珊珊 黄珊珊是当时的总干事 对对对 然后甚至有一些民众党也出来说 黄珊珊要负责 你是总干事 这不一定跟你有关等等的 也就是民众党内部有些人觉得 是不是黄珊珊在搞鬼 才会让尼奥跟石河这两家公司 直接反咬阿伯一口 那黄珊珊她现在也很聪明 她直接辞去中央委的这个职务 这我照我来讲是以退为进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没有 党职的身份了 你要公平来办我 你要用中评会来 用纪律来办我 我不怕 因为我面对的是民众党的纪律 柯文哲你面对的是中华民国的法律 这两个之间 心中之间有别 对不对 所以黄珊珊等于就是说 变相的跟李文忠和阿伯的 这样的一个势力 好像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我昨天在友台的节目上面 曾经大声地呼吁 柯文哲你一定要去告端木正 结果她真的听了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也不要随便乱听 这边就被搜索了 这就是激将法 激将法 他就撞了 他就撞了 我就说因为你心虚就不敢告他 所以你要告证明你没有心虚 所以黄珊珊这样子准备去告之后 为什么跟搜索有关 因为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们要告端木正 这个可能会有形式的诉讼 来逼端木正跟他们谈判 刚刚熊大律师有讲过 第二个木可公司 他马上就已经说 我们要搜起来了 而且他是在民众党的这场合宣布 就是说我们现在准备要结束营业 在检调一看就觉得说 糟糕了你们要结束营业 你的电脑都会拿去报废 硬碟会拿去销毁 账都会看不到 所以今天木可公司上午的时候就被搜 据说检调两大车满满的 这什么东西会两大车满 就是文件 就是电脑 一台一台这些资料全部 运到北检去 一个个去做分析 这对于柯文哲来讲的话 里面只要任何一笔账 只要一笔 查出来说这笔钱 惠惠跟柯文哲有关的户头里面 炸掉一块钱 没错 刚刚刚刚真的被定罪的 也是那十几万 那四十几万 最后被定罪的十几万 今天你的金额 已经上看到几千万的这个时候 你只要被剪掉一勾机 发现说这个暴障有问题 这会出事 他们现在找端木正麻烦 是最蠢的事情 端木正在过去的这个时候 十几年前 四邦前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 朱国荣这个很多人认识 因为他买过新新闻 所以很多这些媒体人 有带过新新闻 就出来证实这个朱国荣 因为朱国荣今天有个趣闻 他之前新新闻的工作人员 就有讲到说朱国荣 在被剪交约谈的时候的话 还特别拿了一堆现金过来 然后放在保险箱里面 说你们不用担心 我如果被收押的话 我们这个薪水 还是会发得出去 会做一些很有趣的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朱国荣 有被克征组约谈说 疑似内线交易 而那时候帮他处理财务涨的 就是端木正 端木正他不是误入叢林的小白兔 他要A你这九百多万 或是要给你报账乱稿 他十几年前几亿的事情 他就可以做了 把他讲得跟超级大草包一样 对 好像他刚出出茅庐 才刚去居养签 买了一套西装 准备去会计司律事务所上班一样 那不要再开玩笑了 人家十几年前大风大浪都看过了 难道会为了你一个柯文哲 然后特别的就是因为我偷懒 我不想要去填账目 做什么假账调节 时间来不及 时间来不及就晚点报 你晚点报只会被罚钱 你乱报是会被抓去关五年 差这么多 所以他们要讲说 把账调都推给关木正 这个在情敌法上面 都有很多的问题跟瑕疵 现在状况是说 对端木正来讲最好的策略 就是当污点证人 当另外一个小兔主任 他就把所有的账目问题 全部都跟简单要讲 只有背后有谁指使 我是被叫去做这件事情的 最重要的关键点是说 柯文就刚刚讲 这几天联系不上端木正 意思是前几天联系得上 那为什么前几天联系得上 因为他们沟通的时候 端木正跟他讲真话 说我有帮你调节 结果被民主党反咬一口 责任都在你身上 责任都在你问题 都是你的错 我要去告你 他们要调节这件事情 谁要调节 不是端木正想调 背后有人想把烂账 调成正常的账材 叫端木正去调 结果人家反咬 责任都在端木正身上 所以他现在可能就变 污点证人 让阿伯真正会走入土城 好 确实 朗东哥跟他讲一个大重点 端木正曾经跟朋友说过 我怎么公亲辩事主 他在他的声明里 有一个大重点 他说我是会计师 我提供的叫做签证服务 签证服务 就是最后的把关的那个人 但是听民众党讲起来是 全部记账 出账 凭证 通通都是端木正做 光这一点 两双方的说法就差很多了 尤其带楚音姐来看一下 民众党说好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不得了 原本以为只有那三张对不对 就他们逮到说 有十七笔怪怪的还拿出说 哦 端木正你真的很混 你时间来不及 你就通通都漏报 但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些东西 拿出了一些单据说 你这些为什么都没有报 但是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们要报的时候需要发票 你十一笔通通叫做汇款证明 这个汇款证明不能报 民众党到现在都不知道吗 他拿出来看起来 指证利率都是证据 你怎么都没有报 但说真的啦 就算是真的 你叫端木正做好了 这一张他也没办法报 因为这个不叫发票 这个叫做汇款证明 这不仅 但我想问一下楚音姐的事 包括说人家 大家最近学到很多 这个报仗的程序 包括说端木正说 他做的是签证服务 但是民众党华 所有事情都通通给他做 监察院其实有 Key进去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有权限之分 拿到最大权限的那个人 就叫做这个 你参选人 选举的那个人 就是阿伯他自己 你参选人 他是全部开通 他可以看到所有资料 再来权限第二多的 就是助理 财务 可能就是李文中啊等等 他是可以登打收支啊 的这些账款 列印啊 制作凭证等等 一般来讲 正常来说 会计师他只有一个功能 叫做查询 就是你把你的那个收据 通通都Key上去了 我只能帮你对一下说 这笔这笔 收跟这个支出跟收入 同样帮你对一下 结果没有 民众党间直接出示一个证据说 我们把这两个 我们通通开通给端木正了 那这样就不对了 你会计师的工作 怎么可以 做账的人 跟查账的人 会是同一个呢 这样就不对了 他们完全无视这些规则 阿伯现在才在找SOP 你知道知道 乃宇 我昨天下飞机之后 完全不在乎时差 我就是想说 这个剧那么精彩 我怎么可以错过 样追 所以我就追 所以你看到我的黑眼圈 跟我的红眼睛 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追出 不然后我没有办法 跟大家沟通 你知道这部戏 太精彩了 你没办法跟大家聊天 而且你知道你刚刚讲到的 我本来以为我回来第一件事 应该是打开Netflix 应该是打开要 看剧 所有追剧 或迪士尼频道 没有想到 真的是台湾之光 现在也是在追剧 现在发生在追中印 也是在追剧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们每次在讲这个 刚刚提片其他黄国昌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过去的黄国昌 被现在黄国昌打脸 我先拿出一个 柯文哲的这个剧 虽然我们有追剧 但是你要知道 身为剧迷 就是要记 summary 还是要把周边的花絮 跟金钥 要补进来 这样才是正正的剧名 你知道吗 才是真粉 才是真粉 才是铁粉 阿伯 2014年的时候 曾经说过什么 他说 要让部署勇于认识的 先决条件 就是长官要扛责任 不得了 柯文哲的记者会上面讲什么 他又说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 都是底下的人做的 然后跟黄国昌同台的时候 还说什么 说这个一定是 要花更多钱才能够记账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厨艺有特别去了解了一下 会计师的行情 大家知道吗 如果根据我打听来的讯息 端木证它一个月7万块 不是而已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也让大家知道 一般中型的公司 大概如果委托做签证 一个月中型的公司 那这个中型是你每个月 都有近百万以上 甚至于千万的这种业务量 的才叫做中型公司 一个月1万 也就是其实 他们对端木证 坦白讲给的蛮大方的 7万块 在场如果现在有直播 有会计师的 你们也可以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行情 行情是什么 通常是几千块到1万块左右 那除非是大型 有大规模的公司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7万块 给的非常好了 不过我要讲的是 对于会计师来说 到底会计师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现在讲回到本案 虽然说我现在是刚追 但是我研究的很透彻 本案如果说 它是一个大型的公司 在做一个账目的话 其实端木证 他只是外部进来 帮助你做签证查核 也就是说 有一个真正的委托人 这个委托人是谁 就是柯文哲啊 对不 那今天他这些钱 他不是一般的公司 我想现场司刚在就知道 政治现金 他跟一般公司不一样 公司是出入要平衡 如果没有平衡 会计师会抓出来 这个是会爆掉的 可是对于政治现金来讲 没有平衡的问题 反正呢 有剩余 那就是多出来的 那就结余款 再看法定规定怎么使用 如果今天入不付出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赔钱啦 那没有什么做不做账的问题 那么他就只有账的认证 我特别帮大家找出来 就是说 现在这些账 最重要的是 他到底哪边违法 就是钱到哪里去了 请问我跟大家讲 今天端木证他是A 他需要A那个钱吗 他A下来那个钱也不是他的 那谁是最终获利者 最终获利者 当然就是那个原本收到钱的人啊 所以他为什么要帮忙做账 所以就回归到 他们意气风发的 信誓旦旦的说他要告端木证 但是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他告端木证 最重要的钱有留到端木证的身上吗 如果我讲啦 今天如果民众党或是阿伯 他是一个诈骗集团来讲好了 端木证顶多是那个车手 这形容很精准耶 帮忙去帮你把钱拿到手的那一个人而已 我请问你 那车手如果有罪 那最重要是诈骗集团的首脑要定罪 中罪在这个首脑啊 那既然端木证他已经被约谈的时候 他会不会讲说那我就干脆 我就讲说对我只是车手 我只是在帮你把钱拿到手 帮你搬运拿 那我有什么责任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端木证的责任是在于 其实身为会计师就像律师一样 他有职业守则 他最重要的开中民意就讲什么 他说呢 如果委托事项跟其本身有直接 或间接的重大利益 违反公平跟公正跟独立 就应该回避 不可以承办 但是我问大家 端木证跟民众党有没有关系 关系亲不亲密 他曾经是中央委员 是提名的不分区 甚至于在这个整个政党当中 他担任要职 他能不能接这个案子 照理说他根本连接都不能接 但是他接了 所以说整体来说 他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他是车手不为过 但重点是 他绝对不是那些金钱的最终获利者 我刚刚淳于姐直接讲到一个痛点了 我们刚刚讲到都是这个帐幕 乱七八糟 但重点是 有没有A钱 钱有没有到你自己口袋 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 各位 也就是剪掉真正要day的 因为这个帐多烂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很烂了 但重点是钱跑到哪去 问一下猫猫 猫猫你有想过吗 一个民众党创党五年 可以被你一只猫猫搞到翻天覆地 今天KP圆区都被抄了 扛了两大箱离开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包括说他们说什么端木证 时间不够 但是在正式现金的部分 他们倒是很用心 很会拆账 很会规避法规 是这样的 我还是要先说一下 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我只是先起个头而已 我不敢抢大家的功劳 是大家的努力 好害怕 很怕走在路上 小草们对我很生气 昨天晚上 其实昨天大家都已经在讨论一件事 我先讲一下 小儿募款 小儿捐款 你捐金如果是一万元以下 你可以直接写匿名 对 然后所以就是柯文哲他们的小草们 就很爱讲说什么 那个 阿伯都没有收财团的钱 阿伯都小额募款 都是小额 都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都我们这小草就是 省出来捐给他的 对 然后所以他的比数 比例跟别人高很多 但是昨天 他们说18万比 对18万比 说很多 但是昨天就被抓到这件事 我有给他再自表 因为这昨天是网友做 我给他做清楚一点 就至少有两笔有问题 像这个是利鼎 因为利鼎那个时候就是 他虽然说是现在就爆发欠钱 对 可是那个时候是选钱 那个时候他也没想到说 会被欠钱 对 而且他自己是钢铁科粉 他力挺阿伯捐钱给阿伯 对 那个时候还没想到钱 会不给钱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捐钱的 他那个时候有贴 但是他贴的时候就放在那边 就想说他捐了两万四千八百四十元 然后因为现在事情爆发 我们就是反查 然后发觉说 这一天就是12月25号 那天找不到两万四千八百四十元的这笔账 但是有找到三笔 且逆名的 一万四千八 一万四千八百四十 拆三笔 拆三笔 因为低于一万块以下 所以三笔都逆名 这样一笔就变三笔 而且逆名还不知道是谁捐的 那如果一笔不算的话 他还有一笔是一万八千七百六十八块 那同一天去查 你也查不到这一笔 就会变成说 可能你可以找到两笔匿名 一个是一万块 一个是八千七百六十八 就拆两笔 所以我就在这边问说 阿伯请问一下 你是真的没有财团捐钱给你 还是财团捐给你之后 你给他拆很多笔 所以阿伯的十八万笔小额募款 我经常看起来有一笔变三笔 那个那根本就没那么多笔 会不会很多是财团捐的 而且是把它改成匿名 对 因为你只要拆成一万以下 就是可以这样一笔一笔这样变匿名 好 所以大家都说 阿伯你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可以这样搞吗 各位观众 阿伯通常出事的时候会怎么样 之前蓝白盒的时候怎么样 发党员信 党员信来了 阿伯今天可能都在忙写这封信吗 告诉大家说 各位亲爱的党员朋友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就在上周末我召集所有竞选团队的成员 向会计师确认 真的像除英杰讲的 阿伯最担心什么 最担心被人家说A钱 阿伯在党员信讲个大重点 帮大家画highlight 阿伯说 各位你们不用担心 没有流入个人口袋 没有流入个人口袋 最怕被人家说A钱 那为什么还要爆发这件事情呢 阿伯讲说什么 阿伯说 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承认 我世人不明 我用人不当 我会深刻检讨 并改过来改正过时 所以各位 我们说那个什么 两千万得障 乱七八糟 阿伯八个字就给他过 这八个字叫做 世人不明 用人不当 这八个字可以解除 小草们心中的忧虑吗 因为听说小草们 现在每个都焦虑到不行 包括说馆长 谁 说现在已经火烧到哪边去了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稍后我们要持续来看一下 哇 整个民众党 现在宛如世界末日一般吗 稍后三点整 黄珊珊要带队 去告会计师端木正 看来这个策略 他们没有要放掉 持续紧咬端木正 尽管我们说了 不要惹会计师 但是黄珊珊今天死活 就是要告下去 这也难怪出现一个声音 人家说黄珊珊 在这样下去后 把柯文哲送上断头台吗 先进广告 稍后继续爬树 我们说到阿伯 这下真的是出事了吗 稍后就在下午三点中 黄珊珊继续死咬端木正会计师 说要把一切的罪 通通推给端木正 但这真的可行吗 柯文哲刚刚赶紧发了党员信了 告诉大家 他只是世人不明 阿伯没有做错什么事 但说得过去吗 稍后我们要继续爬树 民众党这个钱 不只出有问题 进也有问题 进出都非常的有问题吗 包括说70万收购礼券 买AirPods 还要加上保护壳 还有装潢费 跟人家说我们装潢500平 还要有装潢公司 跑出来说我只有装潢300平 所以我想问柯文哲阵影说了那么多 有哪一句是实话呢 好我们先进广告 稍后继续 一样一样帮大家算清楚 各位观众 我们的上豪兄弟 上公跟东豪哥 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赶紧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今天阿伯到底是遇到 哪一桩舞雷轰顶的事情呢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 柯文哲在选前的时候 很喜欢跟大家炫耀说 我们都没有财团 我们都是小草一点一滴 给我们的这个募款 柯文哲曾经很大方的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机密 我曾经收过20万笔的小额募款 但是现在这些账目翻起来 阿伯您那时候说的是真的吗 我们来听一下 2024我总统大选 听过说我们去跟财团募什么钱 没有 我竟然靠小额募款 可以打总统大选 但这个就已经打破台湾历史了 我后来查过 都没有跟你讲我们的机密 我们捐款有20万人 有20万人捐款给我们 我都吓一跳 我说天哪 我捐了有20万人捐款 我都是捐到1000块2000块 阿伯说他突破台湾历史 你看他讲到一个数字 他说我们20万人小额募款 但是阿伯为什么选完 吴宜萱他们说只有18万笔 你那2万笔 还是你20万是碰轰 还是有2万笔不见 尤其就算你现在说的18万笔 是不是也是被你猜出来的 根本没那么多笔 为什么 我们刚强调了 被欠钱的这个 他指控说他自己被欠钱的 这个所谓的利顶 他说他是曾经捐了2万4 被人家发现 猜了3笔 1万1万4千8 1笔1万8的也被猜2笔 所以那个18万笔 会不会都是这样猜出来的 其实根本没那么多笔 但没关系 这件事情 对于阿伯现在的遭遇来说 这个算是小贱的事情 这个滴滴答答 但我想先问一下这个东豪哥 东豪哥你怎么 今天包括说这个 从端木镇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开始 一路被搜 然后最后我们记者直接拍到了 两大车 两大车的东西 通通都被搬出台坡大楼 人家俗称的KP园区 包括今天他们强调说什么 这个强调说这个 说他们没有啦 通通都是只有搜木客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不好意思 东豪哥 黄珊珊要说话了 黄珊珊就在right now准备要来提告端木镇会计师 我们先来进一下现场 好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珊珊现在准备要来讲话了 今天来提告端木镇 不好意思早上的因为早上有在台坡的部分有检调来 所以我们早上去做配合处理 所以延到现在下午再来今天提告 我想今天我们提告的主要的原因 也是这几天大家看到的 不管是我们的记者会还有各界的这些讨论 我们还要再次的强调 在柯文哲竞选总部的所有的支出都有完整的凭证 而且都有银行往来的记录 这些记录在每个星期都会交给我们所委外的端木镇会计师 他们去做善打上传申报的动作 那在这次的风波里面 我们接到厂商的声明之后 就开始做内部的清查 我跟各位一样 我是当律师的 我也不相信有会计师愿意去帮客户做所谓的假账 当然我也不相信我们竞选总部的同仁 会在内部做任何的虚伪 所以我们立刻进行了相关的清查 从我们交出去或我们自己留存的支出凭证里面 去比对有一些为什么没有在监察院的申报系统里面 才找到了将近十七笔的漏灯的资料 也就是这漏灯的资料 并没有被如实的拼印到监察院的系统 而造成了到最后结算的时候 所谓存折金额跟账面资料的短差 那正常来说 甚至现今要做一个差额说明 但是我们委外的会计师认为这个短差 他认为可以先以 因为他作业不及 他来不及做key in 所以他用虚报的方式 编造了九份完全虚假的上传资料 在没有任何凭证也没有任何发表记录的情况下去序列了九笔的支出 这件事情从漏报到短差到因为短差所以虚报 这件事情在正常人的眼里都不应该发生 我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正常人 我们也不相信会计师会做这样的事 但是很遗憾的 在我们这几天的对账里面 我当我本人当面亲自问他 如果漏报了 如果有短差 为什么要虚报 我们任何人作账都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 他说是因为时间来不及 监察院这边时间很赶 我说这是会计师该做的事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非常清楚的就是 从事业务的专业会计师 他在他业务灯载的相关的业务上面 做了业务灯载布施 另外因为他的序列支出 上传了监察院的系统 还有使公务员灯载布施的罪责 所以我们今天对端木珍会计师 提出相关的告诉 第一个是业务灯载布施 你应该掌管的业务灯载布施的报告 竟然做不实的记录 第二个 把这些资料上传到监察院的系统 做了使公务员灯载布施的行为 这两个部分是我们今天提告的内容 我们也希望 本来在这两天 我们希望端木珍会计师 能够诚实以对 能够把这件事情对外清楚的说明清楚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看到的是 他可能还是认为说 会计错误可以补证 我要跟各位报告 会计作业在也许中小企业 或者是报账上面 会计师调整账务 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在政治现金上面 没有所谓调整账务补证的问题 在政治上面不容许有任何一丝的作假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说 所有政治现金的支出都有凭证 都有支出米系 没有一块钱不在这个报账里面 但是他应该报 没有报 然后因为短差又自己需报 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们认为 我们内部当然管控 绝对是有责任 但是我们认为会计师 从事这样的做法 我们认为 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的确发生了 我们也很难过 我们也不相信 会计师会为了自己一点点的 所谓的劳务报仇去做假账 但是他的确是事实 很多人说 会计师没有义务帮我们做假账 是的 他也不会有正常的会计师 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他发生了 这就是事实 所以我们依法提告 相关的单据凭证 现在检调也都交出去 我们当时也都整理好 我们本来就是要来提告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来提告 只是希望能够还原真相 把责任来迎亲 我们也希望这个事件 造成对我们政党 还有各位支持者的疑虑 我们感到很抱歉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 台湾民众党里面 没有人要做假 也没有人要虚报 这个作业 我们委托了专业的会计师 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非常难过 谢谢大家 早上其实也要够四个小匙 除了说配合整个调查之外 我们持续挂框 接下来黄珊珊 恐怕针对于今天搜索的一些过程 应该媒体都会来做询问 稍后有最新 持续帮大家来做更新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东豪哥 刚刚黄珊珊 整个论述来说 他们其实定调说 整件事情说真的 还是只是账面上面的问题 他们还是一再强调一句话 没有一块钱进到口袋 没有一块钱出问题 意思是什么 只是这个账上面没有做好 钱后没有乱拿 这个是他们的大重点 但我想问的是 大家都说了 不要去惹会计师 会计师要跟你互咬的时候 就是大场面的时候了 但是看起来黄珊珊 从一路蓝白河到这一次 态度很鹰派 我就是要告 我就是要狠咬到底 但是你看 包括说 现在很多内幕 我在想说是民众长自己放吗 不知道 但好多内幕说黄珊珊也很生气 黄珊珊也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 黄珊珊觉得这个会计师太坏了 但是大家认同黄珊珊这次处理的方式吗 有内幕也写到了 党员不满黄珊 硬要杠端木正往内互打 她说黄珊珊民众党高调抓战犯 让很多资深党员不解 甚至有人说 你是总干事 你讲的好像你都不知道 你不用扛责任吗 把责任推给端木正 这件事情就可以过了吗 老战友们颇有为辞 东豪哥怎么看这件事 反正会有两个人 我们会弃局保帅 保柯文哲 弃局保帅的那两个局是谁 一个一定是黄珊 一个是李文忠 那么在竞选总部里面 总干事的权力最大 那可是有一个人的权力 不会小于总干事 甚至总干事不一定指挥的动 就是财务长 就李文忠 管钱的跟管事的 这两个人一定是分开来 那你回来看这个事情 上礼拜五的时候的消息 就已经听到 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吧 事情开始报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说 账要算在那个会计师身上 就是要会计师卡 是会计师出问题 如果你礼拜五 就已经有这个话放出来了 那这种话生不出来 我们不是在局内人 我们在外面的人 都可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需要到礼拜六 礼拜天查账才知道 这是有趣的 消息 放风声的那个消息 是走在礼拜五 礼拜六之前 好 那不管事情总是 发展到这一步 你不丢给会计师 柯文哲他们大概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因为你不算 会计师的责任 那就是柯文哲 他们这些人的责任 那更麻烦 所以这时候一定责任 往外丢 千万不要说什么 再也没有余文这些事情 不可能 就遇到了 柯文哲不是第一次选举 两次市长选举 一次总统大选 他是第一天 认识端木正的吗 没有啊 廉政委员嘛 富邦的读董 对 你找一个陌生人 去做这件事情吗 所以 然后你陌生到 拿他当部分区 好 回过来 你看端木正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这个 整个大搜索行动 还没结束 目前只能确认的搜索地点 一个是端木正的事务所 一个就是木可公司 那木可公司很好玩 这个木可公司没有人出来 全部是由民众党 替木可公司发言 哪一个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选总统 侯友宜是第一次选总统 赖清德第一次选总统 他们有没有竞选小物都有 有没有人搞得像柯文哲这样子 没有啊 都是商业合约就切掉了 而且我有去看过 我那个申报的比数 赖清德跟侯友宜的比 柯文哲多得多 人家也报得完 你怎么会自作聪明 就是自己搞的 这不要怪别人 好 那端木正 端木正我不是很熟 但是知道一点 因为曾经过去 我们有共同的老板 竹国荣 是是是 我们后来老板因为炒股 刚刚也讲到这一块 因为炒股票炒到最后 就跑了嘛 好啦那 因为炒股票的时候 能够资金调度更大 今天这个搜索 不管是几个地点 现在听说是五个地点 这样子的规模 调查员 调查员的规模 我想大概就是几十位 就很多了 端木正 2016年面临到的那个场面 是多少人之后 快五百个调查员 五百个 然后呢 搜索三四十个地方 他是财务长 一定被带走 带走之后 一定所有东西 一个一个问你 端木正当年 如果答错 或者有串政 或者让检察官有疑虑 那个是特征组还存在的 那个炒股案 是特征组最后一个答案 如果他不够小心 或者留下明显瑕疵 或者让人家觉得 你有串供的问题 他一定被收到金钱 端木正当年在这个炒股案 很大的炒股案 金融圈的名人 因为 我就不要再讲 另外的当事人 除了我老板以外 他能够全身而退 他会没有留点东西在手上 他如果今天什么都没 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敢发那个新闻稿 所以现在 你怎么去判读 柯P周一记者会 跟端木之间 你要相信谁 我跟你讲 两个你都不用相信 你就等 把两 等检察观察 查出来后你就知道说 谁讲的比较接近 好 那端木正为什么不能讲话 因为他是会计师 他不能 哪怕 柯文哲告他 他还是不能违背 这个委托人 保密的嘛 会计师法就定得很清楚 但是他可以跟谁讲 他可以跟监察院讲 他可以跟检察官讲 好啦 那现在就是等 等端木正 端木正 等端木正之后你再看 端木正有没有被 做一些强制处分 比如说 身份是不是被告 然后有没有交保 有没有限制出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李文忠李文娟 这对兄妹 是第二个观察重点 对 这两个人是 柯P前面的防火墙 所以他不会马上动到柯P 因为柯文哲候选人一定很忙 一定说 这个时候柯文哲一定会讲 我不清楚 所有事情一定是总干事 跟财务长嘛 所以财务方面 李文忠李文娟 他们兄妹 就是防火墙 那下一步就看 能不能被突破 然后第三个 今天要看的重点是说 另外还没有曝光的 如果是五个地点的话 那另外三个是什么 这三个还没曝光 没有被台北地检署 证实的地点 是什么样的地点 有没有我们 意想不到的地点 如果有 那就好玩了 其实简单讲 搜索这件事情 搜这个快速去输入所 主要是不会那么敏感 政治上没那么敏感 如果今天去搜柯文哲办公室 就很敏感 因为他是党主席 对 他的办公室不会只放 这个竞选的东西 一定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我跟你讲 如果是调查人 我最喜欢搜一件东西 现在不想得柯文哲 有没有那个习惯 有一些人 有一些当老板的人 喜欢有一个小本本 形势力 形势力上面就跟你讲说 他跟几点几分 跟谁见面 他不会写谈话内容 但是我就可以知道 谁跟谁见面 还有什么 如果有好的理由 有时候还会做一件事 扣押手机 把手机解密开来 然后看看你的赖通讯跟谁 参考的例子 郑文燦 公平吧 我用郑文燦做例子 但是今天的柯文哲 都还没走到这一步 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今天对柯文哲是很客气的 就是找木可 然后吴亦轩自己早上 讲话没有讲清楚 讲成科办 他也会以为说 哇 科办都被搜索 检察官这么猛 实际上看起来还好 检察官还蛮保守的 但是端木正手上的东西最重要 因为所有的这些发票评证 不管谁真谁假 这是一会事 重点是怎么解释这些发票 为什么有一些有申报 但是没有发票 只有评证没有发票 或者只有会款单 中医记者会里面 有一些 那17章里面有一些 他是会款单 会款单能够证明什么 会款单只是证明说 我有会钱给谁 他报上去的时候 不能用会款单 是 因为十刚你们选举过 你们都知道 不能用会款单 那你怎么会拿会款单出来 记住一件事情 柯文哲不是第一次选举 两次台北市长选举 黄山自己一元选举不算 选过一次市长选举 这些都是第一级错误 但第一级错误 你们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面 会有内幕 那大家 就能够吃西瓜嘛 好 那我们就好好的吃西瓜 吃西瓜 吃爆米花都可以 然后这个上公之前 我先问一下司刚哥 因为这个司刚哥做一阵子 司刚哥请教一下 就排谁 收很多新资讯 对 我想说让你补课一下 补的差不多了 还没 还有 我跟你说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政治现金的部分 你知道吗 柯文哲花钱很扩挫 之前都说自己很穷 那花起来也是蛮惊人的 之前痛打你们国民党那几份民调 有没有 有 说什么让3%让6% 在那边笑你们给你选也选不赢 都言犹在而 余音老良 都还记得 但我想问一下司刚哥 你知道吗 他们钱怎么花的 民调一再被大家说 柯文哲大选期间的民调 一共做了16份 求真趋势世新 总共花了1441万 平均一份要十几万 好那再来 这个平均一份好多 不止十几万 我的数学不好 没关系 一份一百多 一百万 一百多 怎么会很贵 好 自己算 好 再来司刚哥你看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个装潢费 装潢费 一开始说什么500坪 总共花了1200万 结果被人家这个公司出来说 没有 没有跟你装潢500坪 只跟你装潢300坪 消失了200坪 去哪里了 甚至拍影片 这个很多民调都会拍影片 想要宣传 竟然被人家说 简简单单的影片 竟然也要1000多万 这个钱花起来 你怎么看 尤彦勒超乎你的认知 你怎么看今天整出 我觉得当初 不是柯晋办也好 我是本人也好 我觉得他是一个 一穷二白 然后是花钱非常节省 大家都是这个观念 然后其他两大党 就花钱如流水 整个选举用钱买 大概就塑造这个形象 尤其说你们国民党 超会花钱 超会花钱 然后什么装潢 然后每个人事费都很高 但是这个几个月过去 半年都过去 马上县市报就回来 县市报 马上县市报回来 然后看到民调 所以委托这些民调公司 我们大概也知道行情 因为我们大概国民党 大概也是委托这家公司 大概就是差不多 全国性的吧 那30万 大概30几到50几几年 看问题怎么问 长度有多少 没有吴子嘉董事长说 他做了100多次民调 都没有你这么贵 是啊 所以民调 我们就看这民调问题长短 但里面有个有 蛮有趣的 就是他科办跟这个 神采时尚服饰采购 911万的服饰 对对对 人家说现在整个科技办 跟成衣工厂一样 你这个服饰是采购 是买了当初你的这个 竞选的T恤 然后但是你的售出 应该有金额 怎么售 可是没有看到 这么大量衣服 对 怎么大量衣服 那怎么出 怎么入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 跟木可业采购 251万的服饰 这都是很大 很大笔的采购 那按照国民党里面 这么大笔的采购 会经过三关 经过三关 那承办 然后财务部 竞选总部 财务长 还要到那个什么 我们自己的财委会 去申报 报完之后 还要去跟厂商 check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厂商 确实有这个出货 来货的时候 还要double check 就是说你的货的 是不是跟你当初的 花的钱 一样的质量 很大笔 那国民党里面 有这么繁琐 所以国民党行动 效率有时候有点慢 行政效率有点慢 但他有点繁琐 那再来 刚才讲 那个登打的事情 除非他把所有登打的 全局通过给会计师 否则的话 我们自己选举过 我们一般在监察院里面 登打有一个自然人凭证 OK 那我自己是可以 进入那个网站里面去看 你不但是可以看自己 也可以看别人 也可以知道别人 别人的一些募款的情况 可以看到别人 可以做一下敌情分析 他可以看到别人 比如说募款 多少钱 对手多少钱 你都在看吴思瑶的 没有 大家差不多 反正有趣 就是好玩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情况 但是只有助理 你比如说 我只有授权某一个助理 他可以去登录 在里面登录资料 所以如果说是 他给会计师的话 代表说 会计师有他的助理的 这样一个权限 也就是说这会计师 不仅仅是在 最后你申报 这些财务项目的会计师 我连在平常 日常的登打的这部分 通通是给了 这个会计师权限 所以这部分有点 有点扯不清 有点扯不清 不是说我把事情 通通都堆给会计师 更何况 我们刚才前一节讨论 一些会计师相关的 一些职业法规 都代表说 我跟委托人之间 不能有过去 很多的一些 过从生命的关系 所以你就更不应该 去委托端木正会计师 你自己内部有没有一个 自我的审查机制 说你给端木正的 本身就是可能 出现一个错误的情况 我觉得这部分 自己要去做检讨 不能通通把他推给端木正 我觉得端木正 他也没有一个 翻译说 我要去帮你做假账 更何况 为什么去选择木可 这几家公司 我觉得这都是讲 目前为止得不到的答案 再来 我们大家做过这些 选举报过这些金额 只要一笔错 全笔都是错的 就通通都不拢 一步错步步错 都通通都不拢 你看这900多万 假设 不是没有进入市场口 但到底那个钱 960万 流去哪里 还是有去更多的一些单据 或是更多的人头 去cover掉这961万 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不是说我把这个问题 推给会计师 就通通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说 克尔泽今天下午的声明稿 我觉得他有说 承认世人不明 用人不当 那你对你当时的 这一些重要竞选干部 黄珊珊也好 陈志涵也好 如果换做其他党的话 基本上就全部先切割 而且相关的这种 什么诉讼事物 也不会让这些人 再去处理了 因为他是关系人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克尔泽还是没有看到 他诚心的面对问题 而且对于用人的部分 我觉得他还是滴滴答答 那我想问一下上工 你觉得民众党 有说清楚了吗 为什么我觉得 今天搞得很乱 情节 副本开不完 说这些钱 花成这样子 哇 这个钱 就是非常的扩挫等等 今天除了说 整个所谓的 包括说端木镇那边 总共五个搜索点 现在是证实了两个 全面搜索之外 今天不止 今天还有一个另外的副本 也就是被查的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尽管他们说要关了 他们还说跑去告一个 自称是前总经理的SKY 就是跑去上 跑去上我们这个友台节目 他说都乱讲话 木可说打算要告这些 出来控告的人 但是今天咬成一团 我已经完全快看不懂了 木可说要告这个 外包的这个所谓的利鼎 但是目前还没告 倒是利鼎先跑出来告了 利鼎也不是告木可 他跑去告一个民众党组织部的主任 因为民众党组织部主任林昭印 说痛骂说利鼎没有合约 是诈骗集团 所以今天受不了了 两位利鼎包括说叶志光跟张俊棠 SKY跟Jeff跑去说要告这个林昭印 现在咬成一团 基本上大型快要看不懂民众党这一出了 在这些所谓的这些攻击攻防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的伤害民众党在小草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一件事啊 就是说应该是组织部副主任林昭印吧 我觉得蛮好奇的 林昭印对木可的用人还蛮清楚的 好诡异哦 然后那个木可的要暂停营运 是吴宇仙这个发言人代为宣读 然后木可的人士是组织部这个可以讲话 这个木可难怪会被搜索嘛 你认为木可搜索木可是为了政治现金嘛 因为政治现金的话 所有的当局木可只是其中一个支出的公司嘛 收木可要收什么 除了账当然要收他的最终金流往哪里跑嘛 这个金流就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政治现金哦 因为木可里面接受柯文哲竞选总部委托的事项这么多 我查这一些就是跟你政治现金有关嘛 但政治现金有关 你为什么只查木可公司那种 因为他有这么多公司哦 那你到底要查木可是查什么 合理的怀疑 沙律夫讲白话文 你认为检察官想干嘛 就查金流嘛 金流流到哪里去嘛 是案内还案外 我觉得查他的金流 我可能会查出一个案外嘛 他跟进种 木可里面还会有精华层吗 木可里面不会有精华层啊 但是木可里面会不会 至少至少有170万是到党中央了嘛 这是黄珊珊讲的不是我讲的 他用回捐这个词哦 对不对 这黄珊珊讲的嘛 那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呢 总要查一下那个 那个 KP演唱会 柯文哲 演出费多少钱吗 不然 柯文哲办那个活动是木可 70几万会到木可 然后 商业行为嘛 对 商业行为我请这个 可能啊 那木可请柯文哲 义务演唱是免费的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那个木可不是那个 不是有商标钱吗 登记商标吗 对 柯文哲不是发了一个声明吗 对 我发现他用的是 这个商标 会不会就是那个 那个木可那个商标权 会不会又要再付钱 要不要付款啊 对啊 不用了啦 因为木可要关掉了嘛 对啦 可是他还没清算呢 没有木可在忙其他的事啦 因为今天被搜索 今天都被搜索了 木可在忙其他的事 李文娟好像听说 好像也大概要约谈 或干什么的吧 当然了 第一道防火墙啊 对嘛 对嘛 所以他们在忙其他的事 没有时间忙这个啦 你管太多真的是 当然我觉得查木可 不是那么单纯为的政治险情 一定是查他的所有的金流 你说梦啊 检查库 然后当然你说查 查那个事务所 那端木正是看端木正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那刚才我们讲过端木正 端木正 照这个 陈东豪的说法 绝对是个老江湖嘛 当快五百个调查员 对 我问你 被警察官 人家可以全身而退 被特征组 我问你一下 被特征组 一个老江湖 听到 特征组列他治案 他会做什么动作 自保啊 就是把 该给检察官看到的东西 给检察官看到 不该看到也处理掉 那你说的我没说 那你说的 该给检察官看到的 一定会给检察官看到 很多人进特征组 就很难再出来的 对不对 直接收一下 可是上头你看 他们把端木正 讲得跟超级大草包一样 那讲一句白人 端木正那一部分 还真可能跟政治献金 相关有些 有些东西 但是木可绝对就没有 那么单纯的 因为我比较好奇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端木正曾经遇到过 特征组这件事情 背景是什么 对 有错人 端木正 你没看到柯P还说 今天联络不上他 因为 今天被搜索 我就不晓得 你要告他了 现在还要联络他 你们现在都要撕破脸成这样了 你还要人家跟你讨论 你还要联络他什么 然后你注意看 我是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你看进民众党那边开 我有十几张怎么样 我去看了一下 他总共有十一张 是用汇款单 银行的汇款单 那个他们都知道 汇款单没办法申报 这不叫漏报 是我不能报 好不好 那只有89 他们的编号89有发票 第十年子还可以修改吗 四月底五月都还有 所以到时候 好这个有点太多了 我刚刚这个 雨萱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本来还想找手办 这就真的太多了 我找不到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我们稍后继续来跑 说东西很多 让我休息一下 这太多了 先进广告 好我们说柯文哲的这个进办 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被形容四个字叫做一本烂账 那今天北俭教四个字 叫做满债而归 这个接下来呢 阿伯恐怕啦 这个最后的服务 你这个现在锦咬端木症 会是好招吗 现在有很多 其实人家想要灵魂拷问说 发生到这么多事了 小草还挺吗 我真的很好奇 小草还可以接受吗 现在说有挺科的网红 说失望透了 很多错误越来越诡异 难以解释 他们已经到最后 已经无法说服他自己了 但是我说真的啦 现在有一个人 尽管外面 这个雷打成这样 雨下成这样 他依旧 他就干干净净 今天完全不会烧到他的 那个男人是谁 黄国昌 黄国昌就有说 这个一切 他都相信阿伯 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要一起加油 但是黄国昌 在上这个友台 就是赵少康大哥的 这个节目上面 旁边都是蓝银的名带 蓝银的这个 青蓝的一些 所谓的名嘴 评论员等等 每个人你一眼 我一眼一直告诉黄国昌说 接下来就要靠你了 黄国昌 大家仔细看好 大家在夸黄国昌的时候 黄国昌 那个脸 好经典 来看一下 最耀眼的 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黄委员 所以我觉得黄委员 他是 现在是全身 也不用退 他是很干净的 他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以后的责任 重了 可以选上 县市长的机会 除了我们黄国昌 以外 几乎是零 跟这些事情都无辜的人 应该要开始去讨论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党救起来 坐在我左边的黄国昌委员 我认为他还有在党内 还有那个能量去号召 所有的小草的信心跟支持 唯一一个 现在在台湾民众党 可以拯救或是 持稳这个党的 就是我左边这位黄国昌委员 就是我左边这位黄国昌委员 快要笑出来了 我笑 我也笑我们的朗东哥 我觉得黄国昌 那个脸很憋 很憋 这个想要开心 也不能开心出来吗 我们阿伯正在那衰 这个时候我上节目 旁边你一言我一言 把他夸到 说民众党下一个就是你了 没有别人了 就你最干净了 但是我们说到黄国昌 跟在黄国昌身边 几乎每个人案件都出事 你怎么看 你看黄国昌 他那个表情有个特色 就是他那个嘴角会往下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个动力 要一直往上 所以他要把他往下去 努力撑着 对 因为他如果不往下去 那个上浮的力道一起来 他就会笑出来 所以他必须用一个力道 把那个肉往下 所以你看他随着往下压 就在憋笑 他就想笑出来 惶惶脑中可能都浮现 那个龙袍加身了 后面有那个黄色的衣服 飘来飘去 那个披风就 从那个这个沈富雄 然后到林涛 就在他身上这样 可是他表情必须要很严肃 因为他怕是这个时候 太开心的话 柯文哲会找他麻烦 但客观来说 不管是黄珊珊 现在要辞去中央委也好 或者是柯文哲 跟他相关的这些 公司党部被搜索也好 跟黄国昌没有关系 黄国昌那个时候的话 他才刚刚从实在力量 要跳船去 民众党时间跳得很巧妙 所以说检教 也知道说这件事情 跟黄国昌也没有关 他连约谈都不会被约谈 他没有去处理 跟进办相关这些事物 所以民众党很可能 真的会被国昌老师 整个打包带走 真的是 我觉得是对于柯文哲来讲的话 他等于是加速了所有能量 原本在直播上面 就已经输给黄国昌 现在等于加速的 留到黄国昌这个时候 其实你看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 刚刚也忘记提到 就是馆长 过去力挺的 柯文哲这个馆长 前两天还去骂陈沛琪 他说什么 这个是个低级错误 陈沛琪夫人 你到底写什么东西 你在做什么事情 天文的时候 有没有脑袋去看 我就老实讲 给人家骂叉叉好了 那馆长我真的 现在开始有点同情他 因为我刚刚马上去监察院网站 重新确认了一下 到底二明昭彰 有没有赚到影片的钱 就后来发现二明昭彰公司 就馆长的公司 他里面只有一笔的记录 就是捐给柯文哲一百万 他是不能捐钱的 他不是那么赚钱的 他没有拿到任何钱 他还捐钱 对 这个叫做盈利事业捐赠收入 就是个人不要当捐的 这很明显就在捐的 至少有一个好处 据钱 至少有一个好处 没有被退回 表示他的公司是赚钱的 对 老老师 老老师 有一个好处的 老老师 恭喜馆长 馆长捐了一百万 他们公司捐了一百万 刚刚讲 我们从头到头讲了 那一堆公司 不管是负责装潢的公司也好 或者是说做影片的 一千万就做十四支影片 一支七十万 馆长不会做影片吗 他每天在那边直播 他没有团队帮他剪接吗 他说他是流量怪兽 对 你为什么不给馆长 去做影片 你要去委托其他人去做 馆长看到信息就很不好受 你给一千万给馆长去做影片 一通电话一百万人活动执行 也不给他办 对 对馆长来讲 他要动员他健身房的这些员工 还有他们健身房的朋友 一起去挺克文哲 可以动员一十五十个 一百个人在健身房 他们近半会吃馆长免费提供的便当 每个人都有那个便当在那边吃 一起七十万 绰绰有余了 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 还可以把健身房其中一个房间 改装成VIP室 有没有 宣扬了克文哲当上总统之后 他那个健身体育政策 要什么样去做 结果馆长什么都没赚到 所以你说为什么 现在好像树倒狐村散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 这些公司可能是做装潢的 可能是什么 做肉多多卖多肉植物 结果跑去拍影片的 还有原本在广播公司里面 当营业部经理的莫先生 现在跑出来 一接广播的话 就收了五百万等等的 他们觉得说 我什么都没分到 我小草负责捐钱 这是第一层 有些比较大的草 就所谓的大草 就是一些网红 或者是很壮的这些草 发现他们也是负责捐钱 然后真正负责赚 就少搓人了这个时候 他其实已经通谣到了整个民众党 他在网路上面基层对他的信心 人家说什么馆长还想分一杯羹 还想喝羹 汤都没喝到 残渣都没有 还要倒吐 还要倒吐 这个馆长最近开直播 我很担心他 情绪起伏很大 情绪起伏很大 我们给馆长一个版面 因为他都自称是阶梯的 来 馆长 你看大家都这样 去用榴弹波级 诶 到底谁啊 谁把 谁进去弹药库抽烟 然后把弹药库炸了 蛤 就是所拥护他的人 都被炸丝麻烂啊 馆长 被炸不见了 对不对 国藏被炸到 双手都断了 啊 到底是谁 叫你别贪污 别贪污 别做妓妓 别让别来 叫你弹药库里面 别吃粉 你就进去锻 你弹药库 我站在外面 手不会出去了 头不会出去了 我想要问一下 褚云姐 我们尊专 尊专补一下 馆长被炸到 都不见了 他说的就是 都不见了 我不能讲了 但是你怎么看 他气成这样 诶 我是他我也气啊 你这些钱一个影片 随随便便70万 我还要倒捐 我还要出便当 我还要帮你烙一百万人 虽然没有看到 诶 你怎么看 所以我们现在追新剧的时候 也要开始往前回响 有没有 前行踢药 馆长为什么 曾经很生气的出来 开直播说 那个黄国昌 那个谁谁谁 你们都踩着我往上爬 把我当阶梯 为什么这么生气 那就是他可能隐约 就是感受到说 有人真的吃香喝 有人没有出钱 没有出力 但是至少有分到什么羹 那个时候还隐约感觉 对 但是他现在没有证据 但是现在当然会出来炸 对不对 这个账面上面有人 可以拿一千多万 去拍流量很低的这个影片 还有我的流量这么高 然后你居然是花七块多 去要一个赞 我一通电话百万人民站出来 那我居然还要捐一百万 是像话吗 所以他当然就是三字经什么 全部都来 是我现在看到这里 我都为他激动了 我五字经都出来了 是 我都会觉得人情义礼 怎么会这样呢 问苍天 想问天问大帝 怎么这个阿伯会这样对我 我还照倒吐 但是我跟各位还没完 这件事情还没完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柯文哲的党 还有柯文哲的粉丝 如何崩溃 黄国昌接下来如何要接班 还有一个别忘了 柯夫人 佩基炫 这个遇到媒体的时候 赶快又躲回家 但是不小心又说出了一件 好像违反规定 是说你那个卡 先刚才帮我插进去 什么卡 我们先进广告稍后 带你来看一下 夫人卡不能乱插 我们说到这个多组人马 好像是抢头像一样 跑去要告发柯文哲 结果最后是北检主动侦办 其中有一个被告的人叫做陈佩琪 也就是柯文哲的妻子 陈佩琪自己在这个家门口 被媒体堵到的时候 赶快冲回去 但是讲一句话 人家又说 佩琪你又犯罪自白了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帮我插那个卡片 先帮我插那个卡片 因为我快要 你能不能叫人家来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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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卡片你要先帮我插 你要帮我插出去 因为我现在没有卡片上班 好不好 那个 哇律师帮我们简单讲一下 这个我们陈医师啊 因为不想被堵到 就讲说你先帮我插卡 但那个卡跟我们一般上班打的卡 不同耶 那那个是医事人员的卡 人家说当天可以连上 谁在看医生 是哪个医生在看诊 包括说健保等等 不能这样耶 当然没有错 你那个卡片 不是我们一般的上班的卡 所以你今天如果请别人 帮你带卡 你可能会有什么责任 当然第一个 医事的相关规范 你可能就会被惩戒处罚 重点还有什么 伪造文书 而且你会害那个 帮你打卡的人 也伪造文书 所以佩琪姐 我拜托我们民众党 可不可以请一个 懂法律的保镖 随时保护在他那边 万一他做错事 赶快把他嘴巴 捂住 或他写文章 不可能写错 赶快把他删文 我再回头他讲 他说他开人头公司这个事 他说他是有犯益 无犯行 我说以我们律师来看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什么叫有犯益 无犯行 就是说 我想做这个事 但实际上没做 这个叫未税 实际上没有做吗 他公司都开了 所以说总会无犯行 我笑死 头很晕 讲颠倒 其实是无犯益 有犯行 就是我实际上 我不知道开公司会违法 但我还是开了 所以应该是过失 伪造文书的过失 可是他承认自己有犯益 他承认自己有犯益 但无犯行 但实际上有犯行 所以结论就是什么 你就是做了伪造文书 所以拜托民众党找一个人 随时在他旁边 如果讲错话嘴巴无助 写错文章立刻删文 否则真的他会有法律责任 确实 刚刚律师帮我们讲清楚了 就是说你请别人帮你擦 这个医事人员的卡是不行的 这是你违反 是大忌 这不可以这样子的 跟我们一般上班打卡不一样 邀请陈佩琪 是我跑去开了那个人头公司 现在很有问题 因为人家说 你是医生 你是公务员 对不对 你跟人家领了那个 不开业的那个奖金 同时间你又有 要做所谓的商业行为 他说佩琪的这个犯刑 如果真的被犯起来的话 也不会太轻 很忙很忙 先进广告 等一下赶快赶快 精华城台没进 上公灵魂拷问 你觉得呢 到底是柯文哲的假葬案 会比较早出事情 还是柯文哲的金华城案呢 包括说彭震生 昨位去做约谈之后 都说是市长指示 这我们都知道了 陆续啦 包括人家说 已经约谈了三十几个人了 准备要来收网了吗 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 要来结案了吗 阿伯准备要真的出事了吗 金华城的案子 已经约谈到彭震生了 已经开始在约 那个都尉了嘛 那大概都尉 扫完一片以后 那都发局的 大概也该约的 大概前面几波都约完了 我要抢一下上一副的话 你要知道今天搜索 跟金华城是不同检察官的 对 是啊 两个检察官 对 你们有第三个检察官 然后呢 我要拜托 说施钢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施钢你们才有办法 可不可以问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台北市政府 那个市长是 讲话那边一定有管考 有多少局处的科长被找过 不同的局处 比如说都发 知道 你讲到都发局的时候 你会联想到这个 金华城 金华城 地震 地震 你会联想到什么 只有北市科吗 地震还有什么 好不好 所以 你要知道检察官后面会怎么样 我问阿伯 要用我们几个检察官 我跟你讲 柯文哲 我以为是柯文哲中 对不起 我看了会变柯文哲月 柯文哲月 你好狠 你好狠 上公你继续 我觉得基本上 大概约一约以后 我不晓得他治安 现在到底转真治安了没有 如果约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你从 转真治安了 因为 因为彭正森被限制出境 对 转真治安我就觉得 这个数字 当然不妙 本来就不妙 越来越不妙而已 好不好 本来就不妙 我觉得你 他已经进入了一个 大概在整个约谈的尾声 因为你彭正森 大概督尾 你前面的官员 督发局的官员 也约得差不多了 那督尾约完了 那彭正森约了 那台面下运作的 还没听到有没有约 那接下来就 该是那个柯文哲了 该是柯文哲了 等到正式约到柯文哲的时候 那一个案子 大概就 大概要进入尾声阶段 对 就成熟了 就成熟了 成熟了嘛 对啦 栽来吃了 成熟了嘛 然后 当然现在 比较想知道的是 检察官手头上到底有什么 这个才比较好奇 手头上有什么 因为 检察官这一次 你注意看 他从五月开始约谈 一直到八月 大家才知道他前面约谈了多少人 那足足五六七三个月里面 他安安静静的就约了很多人 那当然 那当然市政府 蒋万安那一边 当然知道他多少人被约了 因为大家都要向他报告 一定要报告 那 蒋万安跟市政府 在这几波约谈里面 也相当安静 也相当安静 但从什么迹象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 彭震生或是柯文哲 他们都知道 有人在被约谈 就 陈佩琪开始发列出 补一句话 补一句话 今天这个搜索扣押 跟金华城绝对有关系 为什么 我们法律上 刑事法152条 叫另案扣押 所以今天收到了这些有关 端木证的这些会计的假账 如果也发生 发现有金华城的相关的证据 一并带回去 所以今天叫做什么 蒙拿减赦口 因为收到一个话 叫做旗山开花 那案子的资料 当然他们也会带走 152条规定 他们也一定会带走 谢谢大家的 passion 谢谢大家 要去你吃水吗 感谢支持 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政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收视狂开红盘 网路播放量 突破2000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 奶粉召集令 周一到周五 下午2点到4点 红奶鱼 奶球 一起抖起来 什么 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 不用怕 晚间12点 友善记录版 等你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